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做的是 Tom Ford的这个眼影盘的实测 这是他的Solay的一个系列 那我收入的是这一个颜色 我是在Nemar Marques买到的 当时是黑五的时候打折 买下来这一盘含税的话 大概74 比他原先的那个价格88 就是少了还不少 所以呢我就购入了他 而且再加上这个颜色的配色呢 也是非常的清新可爱 所以我当时就是立马就下手 那这个呢也是我人生中 第一盘Tom Ford的眼影盘 我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值 因为用过Petma Grass 然后Natasha Denona 还有就是Visar这种 非常专业的彩妆品牌呢 这么四个要卖88 所以我今天就来鉴别一下 这个到底有没有道理 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赶快来看一下这一个 包装的盒子呢 就是非常浮夸这种金色的一个风格 打开呢它就是这样 从这边打开 里面呢是有镜子 以及呢就是两只小刷子 那我们现在呢 就赶快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刷色 同样今天我们还是进行手指的单刷 大家可以看它的粉压的还算是比较的严 但是呢你用手指这样子去揉搓的话 就还是有掉粉的一个现象 好这就是这四个眼影的上手臂的试色效果 大家可以看哦 它的那个颜色分布的均匀程度和比较容易延展的这个程度呢 是非常厉害的 它上在手上呢是有一个就是 算是细闪的这样子的一个妆效 但是并没有任何的颗粒感 妆感呢算是比较高级的 那我再把我手上有的几盘 就是有点相似的颜色跟它刷一下 首先呢是来自这个 我做过测评的凯莉和宝妹他们合出的这个联名系列的眼影盘 大家可以看它里面呢还是有蛮相近的相似色 那我就给大家刷一下 那中间的这几个呢是凯莉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银色和Comfort来比呢 凯莉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大亮片 所以呢你感觉上它有点刷不均匀 但是呢这四个眼影没有完全的相同色 这两个绿色呢算是比较接近了 但是呢Tom Ford这一个呢 它偏的比较就是 Tom Ford这一款呢偏比较银灰色的一个色调 而这一个呢就比较的明亮 从质感上面来讲 大家可以看就是Tom Ford的这个 就是显色力度和质感感觉会是更好一些 接下来要给那个大家刷对比刷色的是 这个The Deuce by Juvier的眼影盘 它里面呢也是有相似色 特别是这个银色和这个绿色 那我就给大家刷一下 好这边这几个呢是Juvier的四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他们跟Tom Ford这个来比呢 就是也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不管是从显色力度还是妆效还是妆感 以及肤感上面来讲呢都是不一样的 这一颗绿色呢在这三个绿色当中是最绿的 那来自Kai的这个呢偏蓝色一点 Tom Ford这个呢就是偏灰色银色一点 作为银色上面来讲呢 Tom Ford这个呢颜色稍微深一点 那这个呢偏一些珠光的一个白色 那其他Tom Ford这两个呢是在这两盘眼影盘当中 没有找到任何的相同色的 好啦这就是我手上有的其他两盘 可以跟他进行一个类似对比刷色的一个效果 好大家可以看现在是Tom Ford的眼影盘 这个Solay以及Charlotte Aubrey的Starry Eye 四个颜色的一个对比 他们没有说是完全的相像或者相近 我给大家刷这个试色呢 就是为了给你们看一下它的那个质地上的不同 以及呢这个妆效上的不同 就触感上面来讲 两个的类似之处呢都是非常的顺滑 但是Tom Ford呢是那种丝绸凉凉凉滑滑的感觉 那Charlotte Aubrey呢是一种奶油般的那种浓厚的一个顺滑的程度 就我个人而言呢我比较喜欢Charlotte Aubrey这一个 就是比较显色的这样子一个妆感 那这一款呢真的就是非常的清淡了 看自己的口味的一个不同吧 好这就是这两个眼影盘的一个对比刷色咯 OK今天的眼妆也就是用这眼影盘画的 没有搭配其他任何的眼影 所以呢我们就赶快进行上妆教程吧 就来开始画眼妆 那我今天的眼部呢是也有用那个 Urban Decay的眼影打底膏来进行一个打底 因为我不太确定这个眼影的上演的一个显色度 那我首先用的是一把干的刷子 把这个浅的珠光白呢大面积的扫在眼窝 同时呢我也把它放在眉骨作为一个眉骨的提亮色 嗯这个颜色上演以后呢 我觉得是有非常非常显白和提亮的这样子一个妆效 缝感也是比较细腻显色度的话就是还算OK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有用它自己佩戴的这个海绵头的一个刷子呢 来做一个眼尾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这样子一个眼尾色 那在这个地方呢我其实用时还蛮久的 这个小刷子真的就是刷感触感以及上色的方便的程度都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呢我就又想说那我们就用手指来上妆 于是呢我就把手指沾取这个眼影 放在眼尾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地方 显色力度呢一下就提升上来了 手指的触感在眼皮上呢也是非常的顺滑 非常容易的熨染 它的颜色呢也是有一点点偏那种 就是玫瑰金珠光粉的那种感觉 接下来呢你再把这个颜色用一个干的刷子 刷在整个下眼尾的地方 注意那个上下眼瞼的一个连接的这样子 不要有一个空隙 整个触感算是蛮细腻的 粉质也是比较舒服的 但是绝对没有CT加的那种高级奢华的珠光感 而且呢我就觉得真的整个眼影使用下来 真的颜色显色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寡淡 好再接下来呢我又有水呢一把刷子 把这个绿色呢放在眼头 就是双眼皮折现内的二分之一的位置 然后上上去呢我发现这个绿色眼影在眼皮上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银灰色的这样子一个色调 绿色呢是非常非常不明显的 只有那么一丢丢偏绿色的感觉而已 所以呢你不用担心这个绿色画在眼睛上会很像妖怪 这个一点都不会还蛮清新的 当然下眼睛我们同样也是为了妆容的完整度在同样的二分之一的位置 扫一点这个绿色上去 让上下眼妆有一个比较好的相应的这样子一个程度 最后呢还是一把干的一个粗一点的眼线刷 把这个银灰色呢我本来想说作为眼尾的一个眼线加强的这样子一个妆效的一个处理 后来我发现这颗眼影呢是怎么样都不肯就是被我放在眼皮上 我就是在这一个时间花了很久的心血吧 就是去画那是真的一点一点都不显色 完全看不到这个所谓的银灰色在眼皮上有任何眼线的效果 让我都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视力或者是智商 这个非常不显色 所以呢我就想说最后还是用眼线笔来做一个处理 因为呢真的这个眼影呢眼妆在光强烈或者是近距就是远距离啦 一个手臂以外的距离这样子来看几乎是看不到任何妆效的 非常的清淡 下眼妆呢我们就是画了一些假的那个下睫毛来增加一个眼妆的完整度 不然真的是画了等于没有画的样子 现在我已经把眼线以及就是睫毛补上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眼影真的是很清淡耶 然后显色力真的也不是特别的好 如果说有人跟你这样子面对面大概是一个手臂上的距离 然后呢对面的跟你讲话的人可以看到说你今天的彩妆的一些细节 就是颜色啊搭配啊什么的 那如果就是比这个距离更远一点的人的话 他可能会觉得你气色很好 然后很有精神 那真的看不出就是这个颜色到底是怎么回事 非常的非常的清淡 我非常的吃惊80美金是这样子一个就是显色力 那下班以后再来看一下这个眼妆在眼睛上到底就是持久力是怎么样的 那待会儿再见咯 拜拜 现在呢是我持妆八个小时以后的一个妆效的一个感觉 就我个人而言呢 我觉得因为我今天是有放那个就是眼影打底膏 所以呢 他脱妆以及花妆掉妆呢 并没有出现在我脸上 就是他的维持度是相当的好的 而且也没有眼影掉在眼睛里面的那样子的飞粉掉粉的一个情况 整个眼皮那也是非常的舒服 那我觉得总体来说这个触感以及时装感还算是不错 10分的话我可以给到他8分 好那我到底喜不喜欢这个眼影盘推不推荐呢 答案是大写的NO 为什么呢原因有以下几个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他显色力对我自己的一个喜好程度来讲 真的太清淡了 作为一个88美金的眼影盘 我希望呢 他的一个上妆妆效呢 是我随便在眼皮上怎么扫都很漂亮 让我有一种仙女下凡的感觉 但是用完他以后呢 我的感觉是我被打入凡间变回圆形的感觉 虽然现在可能大家看到我眼睛上就都觉得还可以 那是因为我还有加就是眼线呀 睫毛 所以呢我的眼部彩妆呢看起来呢就比较隆重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只画这个的话 嗯 看起来妆感妆效呢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好 而且他这个绿色呢因为有一点偏银色 所以在眼睛上呢如果你皮肤颜色本身比较深一点的话 看起来会有一丢丢脏脏的 那如果你是因为喜欢他的配色而想要去购买他呢 那我也觉得没有必要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手上有两盘就是这个 我刚刚有给大家就是对比刷色的这两盘平价的这个眼影盘 他们其实里面呢也基本上就是跟TOM POR这一盘眼影盘 配色是一个露树的而且这两个的显色度呢 如果你想要像TOM POR这样子上妆比较清淡比较小清新自然呢 你可以选择这个凯莉跟BOMAIN合作的这一款 他的妆效就跟TOM POR比较像很小清新清淡 那如果你想要同样的色彩 但是呢你想要妆效浓烈一点然后色彩感强一点 就选择这个JUVA PALACE眼影盘 他这个上面的绿色啊银色啊看起来就是 妆效和妆感其实真的我觉得比TOM POR都要好很多 如果你们是为了这种丝质般顺滑的一个上妆使用感受 以及妆感想要去买它我建议你们不如考虑这个 Charlotte Tilbury的眼影盘 这一个Starry Eye眼影盘75美金 有12个眼影颜色除了就是TOM POR这里面 这一个最绿的没有完全的相似色以外呢 其他的颜色在这一个里面几乎上你也是可以找到一些类似色的 只是说颜色深浅或者是能卵色系上面有稍微的差别 最关键的是这个眼影盘才是真正的高级 那个使用感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贵富的感受 就这一盘眼影的每一个眼影你放在眼睛上 都有让你立马变身小仙女的一个感觉 妆感真的非常的好 所以呢我就觉得如果你们要买一个比较高档一点的眼影盘 这一个比TOM POR要好100倍 最后呢要给大家画重点就是 这一个所谓系列的眼影盘呢 跟它以前出的那一个就是棕色包装的眼影盘 其实有很大配方上的区别 我没有那个版本的眼影 但是呢因为我有看就是大家的评论 以及去看它的一个就是配方和成分 这一个呢里面是含有TALK的 TALK是什么如果你们比较好奇 请你们去看我之前做的Visar眼影盘的一个测评 那里面我详细讲什么style 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说配方有改变 所以呢你之前入的那些TOM POR的眼影盘 可能在你脸上很漂亮 但是这个的妆效妆感呢可能就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所以呢这一个我可能就会退掉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入坑没有很适合我的一个喜好 好啦这就是我自己非常主观的一个测评 希望我的这些主观的一些测评呢可以帮你们理性种草 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那当然也不要犹豫对吧 有钱就是认识你该买就买 但是如果是还在观望的小朋友呢 我建议你们真的可以考虑很多其他的眼影盘 同样的一个色彩搭配 或者是更高级的一个质感 任你们选 不要花88在这个上面 太贵了 好喜欢我的话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 或者是关注我哦 下次再见吧 拜拜